目前南韩媒体也报道了 北韩正在把火箭往东海了移动 这个南韩的股汇市是立刻受到影响 创下新第一点 我们联系记者就是林家玄来带我们了解 家玄 好的主播还有各位观众早安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是在南韩首尔的证券交易所 那么呢南韩的股市呢 今天是不休息的持续照样的开盘 但是很可惜的是从这个股市指数开盘来看呢 其实南韩投资人对于南韩的现况 仍然是信心动摇的状态 怎么说呢 从我背后的这面电视墙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南韩股市开盘之后 种种指数的呈现 尤其最明显的就是在COSPI指数的部分 现在已经下挫到了1950.86点 这个指数呢 对于南韩股市来说是非常具有指标性意义的 怎么说呢 由于昨天早上10点钟 北海公开向全世界呛瞎说 他要在今明两天开战 当时呢 也就是昨天早上10点钟 COSPI指数就中错了1.3点 来到了1956点 当时呢 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因为这个指数可以说是 五个月以来的最低点 没想到今天早上一开盘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COSPI指数 现在又创下了一个新的低点 就是1947.91点 可以说是从去年10月以来到现在的一个最低点 那么为什么南韩投资人信心动摇的这么严重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开城工业区的状况不明 由于开城工业区现在呢 到底是开放还是封锁呢 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这代表的意义就是在开城工业区的货物 是处于一个进不去也出不来的状态 那么由于南韩有120间公司在开城工业区都有设厂 所以呢 尤其是以汽车业跟制造业 可以说是受到这一次北韩呛杀的 这个整个事件来说是影响最为剧烈的 比如说像现代汽车 它的股市呢 就受挫非常的严重 而从制造业跟汽车业 作为第一张股牌 现在连带影响了南韩股市 可以说是下挫到了一个五个月以来的新低点 我们从背后这边电视墙可以看到 现在GOSPI指数来到了1948.52点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开城工业区的状况可以看到 南韩的股市下挫的状况非常的严重 那么第二个影响到南韩股市下挫的原因就是外资了 虽然南韩的投资人对于南韩的这个未来的政局 或者是是否南美还会开战 都持一个观望的态度 但是外资事实上是非常担心的 所以昨天呢韩元对美元也来到了一个新低点 下挫了百分之零点七左右 那么这个新低点呢 也连带影响了外资的这个热钱 慢慢的在退出南韩的股市 也带来了南韩这一次股市是持续重挫的状况 所以我们目前在南韩的证捐交易所 可以看到现在最新的股市开盘的情况 就是COSPI指数为代表 它现在下挫了1948点 而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呢 已经创下了从去年10月以来的最新低点了 那么以上是记者在南韩的证捐交易所 所观察到的最新股市开排的状况 请订阅号 好